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妍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油麦菜 有很多人没有吃过的做法 虾香的味道,吃起来非常的健康 准备两颗油麦菜 把叶子一片一片的掰下来 这个油麦菜比较大,有两颗就可以了 全部掰好以后,放在煮盘里 多清洗两遍,干净 洗好以后放在案板上 用刀切成一公分的短一点的段 洗干净的油麦菜不用控干水分 上面的水分待会儿要用到 切好以后先放进盆里 在里面加入200克面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每一片的油麦菜都裹上面粉 裹好以后里面可以加入一点食盐 可以增加一点底味 水开之后,把拌好面粉的油麦菜放入锅中 要开水上锅中 均匀的骨开 用筷子搓上几个洞洞 这样透气以后,受热更快一些 上锅之后蒸10分钟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切一点蒜末 三盘大蒜 切片,再撸成蒜末 剁好以后,先放进碗里 一段大葱,切成葱花 切好和蒜末放在一起 油麦菜蒸好了 把油麦菜抖散开 放进大碗里 把葱花和蒜末放入上面 最后再剪几个干辣椒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不放 拎上烧好的肉油 激发出蒜香味 再拎上两勺生抽 搅拌均匀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的做法健康又好吃 鲜香适口 非常的美味 可以当菜也可以当主食 这个就是家乡的味道 如果你喜欢,也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评论留言转发 谢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